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K大叔 今天又再度來到永和的蕭阿姨小吃店 那今天饅頭包子有新的口味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 然後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好那現在蕭阿姨就在裡面喔 蕭阿姨早 早 我可以賣嗎 因為剛剛好碰到有客人來採買 那蕭阿姨早 大家早安帥哥早安 欸是 那群下 欸不會不會 那您今天新的口味是 今天喔我有做過了這個 很好吃喔 這個蛋黃酥芋泥 新口味 欸是 今天還有這個 桑勝 包桑勝的口味 欸是 對 那您可以提一下嗎 今天的桑勝跟上次拍的有什麼不同 今天這個是我自己昨天喔 去山上採的有機的 吃起來口感又不一樣 欸是 它 比較濃 吃起來會比較自然的酸味跟甜 欸是 欸 還比較特別 欸是 啊這個有 是 桑勝加 黑糖的 欸是 桑勝加蔓葉梅的 欸是 欸今天 它口味很多 欸是 想吃不一樣的好朋友們快點來 欸是 欸 那這個桑勝的價錢跟桑是一樣嗎 一樣 欸是 對 那 像平常來講 我們現在也都會做這個 蝶豆花 欸是 是 那蝶豆花呢 我就是用這種 這也是營養很高 因為阿姨沒有沒有有酥 阿姨不是很 什麼青花樹啦 什麼的都很好 欸是 我都會把它用水煮 煮好的以後再去跟麵粉一起搓 嗯 所以做出來也是 還不錯 大家覺得很好吃 有芝麻的啦 有 芋泥的啦 欸是 有蘿蔔乾 跟豆腐乾很特別 欸是 我們這個主要就是說 第一 你是一個養生的 好朋友 欸是 就我們用能量水去做成的 欸是 然後第二 我們絕對是用最好的紅糖 欸是 然後像這個竹子蒸籠去蒸 對身體也比較好 欸是 然後 我的電話是0916709592 欸是 如果你覺得對我的產品 覺得有信心的話 欸是 那你可以加LINE 欸是 如果你想要加入我的群組 我有一個群組 都是好客戶 欸是 是 我明天要做什麼口味 我今天六點我就會鋪上去 欸是 然後我早上 我又做有什麼新口味 早上八點 我也會鋪上我們的群組 欸是 如果你們覺得喜歡吃的話 你都可以加入 都 客人也方便 我也方便 你會比較好準備材料 欸是 因為我們都是用 像這個走筍 欸是 客家酸菜 我們都是用手去 用自己直接切的 欸手工 手工切出來的 跟那個機器切出來的 是不一樣 紅糖會不一樣 欸是 還有木耳 還有麵輪 香菇 我們都要自己切 欸是 對 像這個客家酸菜 每個反應也不錯 欸是 然後 我也要謝謝你 喔不會不會 客人對你 很有信心 欸是 所以你前幾天來採訪 欸是 有一位夫妻住在北投 欸是 他今天一定就訂了好幾十個 欸是 包子 對 啊對你有信心 對我也有信心 欸是 我希望大家都是 喜歡吃健康的 找我就對了 欸是 如果你要想要買 廉價品的 我就沒辦法了 欸是 要你講究健康的人 你就來找我 欸是 對 那另外粉絲很關心的 就是這個桑勝饅頭包 今天是最後一批嗎 今天最後一批 喔是 對 因為 去市場買的 不一樣 欸是 我去山上採的 它有 欸 微酸 那你市場買的 它都是黑色的 都很甜 做出來就沒有那個酸味 欸是 對 我這個是用 冰糖 跟鹽 沒有加水 那個上採 我好朋友 花金斯老闆娘 他都知道我很忙 跟我分攤工作 他就慢慢的去體驗出來的 欸是 那 所以就是 再來就要等明年是嗎 對對 喔是 那今天 還有剩嗎 還有 很多咯 好像剩下三四十個 今天 欸是 OK 對 要的人快點咯 是 結果我也沒有想到說 是有一天 我是想黑糖的 剩下半個 這個 三四的剩半個 沒想到這樣綜合下來 只有一個 我的好朋友來買 他說 哇 這樣搭配起來也是另外一種的口味 所以要的人快點今天還有 這個還有五十個 欸是 對 好那我們就把這個產品都照一下 好那這個桑勝饅頭就是呈現非常漂亮的色澤喔 那上次有吃過就感覺起來很像這個 甜點 有這個甜點的香氣 對對對 今天會更好吃 因為今天是那個 有雞的 有綠色 它會微酸一點 是 好 好那小阿姨謝謝 好 謝謝你 謝謝 那也謝謝各位粉絲對我的支持 哈哈哈哈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小阿姨您請說 今天 我的哥哥 融來哥哥 住在航山 他自己養的土雞鴨蛋 非常的好吃 今天加入 群組的好朋友 見面裡就是送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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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完為止喔 是 那妳剛剛有提到說 這個鴨子就是養在河邊 河邊 對 都是吃那個小魚鴨 小蝦啦 是 所以它這樣吃起來有沒有 我每天就吃一個 是 它的蛋黃非常的綿密 是 不會有腥味 是 因為它就是完全都是不吃吃掉 對對對 是 好了解 那這個很 很稀有的 原始天然的鴨蛋 就是指送不賣 對 這是我哥哥 唐妹妹 我哥哥的愛心 愛心 你覺得這個愛心 大家一起來分享吧 是 好 那謝謝小阿姨 謝謝大家 好 那這一個 很特別的 天然的桑聖饅頭就好了 然後剛剛阿姨有跟我講 這個是 桑聖包桑聖 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它呈現這個很漂亮的色澤 好 那吃吃看喔 這個應該會很好吃 呃 等一下喔 好 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酸酸甜甜的喔 跟上次吃的不一樣比較酸 然後也比較香 嗯 好吃 好 好 其實它這種香氣老實說吃起來有點像這個 吃蛋糕的一種錯覺 嗯 很好吃 好 那這個料就非常的實在喔 然後那這個這麼特別的桑聖饅頭 在市面上就沒有喔 就只有小阿姨這邊才有 然後現在這個已經是最後一次了 好非常棒喔 可以說比上次的還棒 好 好這也是素食者朋友的福音喔 然後這個饅頭非常的扎實 嗯 好吃 然後顏色也非常的漂亮 好那就推薦給這個愛吃桑聖饅頭的朋友 好很棒 然後這個應該是桑聖包蔓月梅 然後它這顏色都是天然的喔 喔不過 我真的很喜歡剛剛那個桑聖包桑聖喔 那個味道真的很棒 嗯 嗯 都看個人啦 如果你喜歡吃桑聖包桑聖的話 就是剛剛那個 這個桑聖包蔓月梅就是酸酸甜甜 像初戀的滋味喔 但是它 比較多這個酸的味道是蔓月梅的味道 就看個人 然後也很好吃 好那這個天然的這個桑聖的味道 真的是比 在菜市場買的味道還要來得好 好那但是這個就限量了喔 那個可遇不可求 好很好吃 好那這個饅頭的色澤也非常的美麗喔 好第三個這個就是 桑聖饅頭 好就可以直接吃出它的原味 好非常的棒 好也很綿密喔 好那今天這個產品就是非常值得推薦喔 天然好吃然後 然後顏色又很漂亮 好可以看到它這個 果實都在這個 饅頭的皮上面喔 可以看得很清楚看到 好好吃 好那最後這個是新的喔 蛋黃素包芋泥 然後上面外皮就是用黑糖 好那現在吃吃看喔 感覺這個芋泥就很綿密 嗯好吃 哇這芋頭很香喔 天然的香氣很香 然後 完全天然的喔 然後很綿密這樣子 很棒 嗯好吃 好那這個包子就純粹可以享受到這個芋頭的香味喔 然後都純天然的 這個都天然的色澤喔 然後香味就是芋頭的天然香 很好吃 很綿密喔 樣樣都蠻厲害的 好吃 然後也不會過甜這樣 然後有著這個芋頭的香氣 這個也很好吃喔 好在這個是指送不賣的鴨蛋 天然鴨蛋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好那現在就吃吃看喔 好那這種天然的鴨蛋 一定是非常好吃的 嗯 嗯 鴨蛋很綿密喔 然後就有這個天然的香氣 很好吃 這種 天然養殖的現在的量就很少了 所以它這個鴨蛋就是完全沒有腥味的 非常棒 可惜這個是指送不賣喔 哈哈哈哈 好吃 好那這個就是今天來消費的話就會有的 蝶豆花水 蝶豆花水加檸檬 那現在就喝喝看喔 然後是有這個很漂亮的色澤喔 藍色的 然後都是天然的 好喝起來就是有淡淡的這個蝶豆花香氣 然後還有點檸檬的酸味 很好喝 這個也是消費才有的喔 好很棒 好那這個的話就是今天有來消費才會有喔 好那最後我會把這家店的資料打在資訊欄喔 那今天就是這個很特別的 桑勝饅頭包子 還有這個 剛剛那個芋泥的那個包子喔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掰掰